本期节目将为大家带来 一年200万非法移民涌入 副总统要把他们全变成公民 美国在线血腥周末 致多人死伤 枪支暴力已经失控 美国多位官员警告 社会撕裂 国内威胁远大于恐怖威胁 冬季油价可能会再飙涨 美联储需要高超技能和运气来软着陆 白宫前律师称 川普或被禁止参选美国总统 下面我们进入详细内容 据NBC新闻报道 在拜登上任后第一个财年 有至少170万非法移民涌入美国 眼下第二财年还剩下半年多的时间 已经有超过200万非法移民涌入美国 对于这是否构成了边境危机的问题 副总统贺锦丽在接受采访时间称 边境是安全的 还指责川普破碎的移民制度 并称只要非法移民解决了公民身份就好了 早在去年4月 拜登任命贺锦丽 全权负责处理美国边境危机问题 但是到现在为止 贺锦丽没有到过一次边境视察工作 即使是路过都不愿意去看一眼边境的问题 周日贺锦丽接受与媒体见面节目采访时 主持人查克托德毫不客气地问道 我们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中200万人越过这个边境 你还有信心认为这个边境是安全的吗 贺锦丽说 我们有一个安全的边界 这是包括我们政府在内的任何国家的优先事项 贺锦丽接着说 但我们仍然在努力解决很多问题 比如为无证移民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 贺锦丽还说 我认为毫无疑问 国会必须做我和总统要求做的事情 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 通过一项法案 为获得公民身份开辟道路 他说 边境是安全的 但我们有一个破碎的移民系统 特别是我们进来之前的过去四年里 它需要修复 面对本财年度超过200万人涌入美国 贺锦丽虽然被拜登任命为边境问题的总负责人 但却从未到过一次边境视察问题 而在采访中刚开始说边境很安全 后来又说问题都出在国会和德州政府 称德州政府在玩弄政治 由于民主党政府无限度的接纳非法移民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德州用大巴把非法移民全部送到了纽约和华盛顿特区 亚利桑那州也效仿德州的做法 随后华盛顿特区立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还称是人道主义危机 纽约市长也请求拜登政府协助解决 眼下美国即将公布8月份涌入的非法移民数量 可能会再一次破纪录 今年最高的出现在5月份有超过24万人 7月份也有近20万人 从去年10月至今 已经有大约200万非法移民涌入美国 在川普政府时期 曾经公布美国大约有1100万非法移民 如今每年以200万的速度增长的话 到2024年恐怕要增加800万非法移民 这样以来 美国的非法移民总数将高达1900万人 将成为美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 综合福克斯新闻 ABC等多家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10日至11日两个休息日 美国又发生了多起枪击事件 造成多人死亡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时日表示 美国枪支暴力已经失控 当地时间10日晚9时30分左右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家购物中心的停车场 发生枪击事件 警方接到警报后 赶到现场发现两名男子受伤 倒在地上 其中一人死亡 另一人被消防救援队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当地时间11日 1时30分左右 宾夕法尼亚州东汉普菲尔德镇 一住宅发生枪击事件 一名男子开枪击中了一名女子的头部 致其当场死亡 嫌疑男子于当天早上6点30分左右被捕 案件正在调查中 当天下午30分左右 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县也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造成一名26岁的男子受伤 事发后 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危急 警方正在调查此案 当地时间11日1时45分左右 克罗拉多州丹佛一名警察在街头 处理一起枪击事件时被枪杀 丹佛警长当天透露 警方在街道报警电话后赶到现场 发现有人在街上开枪击中了一名女性 警察随后与枪手发生交火 期间枪手开枪击中了27岁的警察迪隆·麦克尔 麦克尔随后在医院不治身亡 密歇根州奥克兰县警长 麦克尔·布莎尔11日说 当地时间40时11分左右 债湖镇53岁的男子伊格尔·拉尼斯 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 警方赶到现场后 拉尼斯走出家门 手里拿着一把猎枪 并朝警方开枪 随后被警方开枪打死 美国枪支暴力日益泛滥 造成4人以上死亡的严重枪击事件频频发生 加强枪械管控的呼声高涨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 10日在参加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时表示 美国枪支暴力已经失控 呼吁政府加强控枪 他说 我们的国家的枪支暴力已经失控 枪支暴力正在杀死我们的孩子 美国民众对枪的崇拜 超出了对生命的崇拜 这实在令人愤慨 据国会山报11日报道 当地时间9月11日 美国举行了系列活动 纪念911恐怖事件21周年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周日 在五角大楼举行的911恐袭21周年 纪念仪式上表示 耗时20年的阿富汗战争已经过去 但美国对防止再遭恐袭的承诺没有期限 同时 美国政界多位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 面对严重的社会撕裂 来自美国的国内威胁 大于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 当日接受ABC采访时表示 911恐袭事件发生以来的21年里 美国面临的威胁已经从外国恐怖分子 转变为国内极端主义 他称 美国民众因国内仇恨意识增长 反政府情绪上升 甚至对个人机遇不满等 而诉诸暴力行动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也表示 更担心国内威胁 而非担心恐怖主义 华纳称 令人震惊的是 911恐怖袭击事件20多年后 对美国发动袭击的人不是恐怖分子 而是美国国内参与国会骚乱的人士 面对当前的社会撕裂 华纳表示 希望能再次看到911恐袭后 美国人展现的团结精神 同日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美国国内恐怖主义非常危险 会使国家变得更弱 哈里斯警告称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 例如民选官员否认大选结果 并拒绝谴责国会骚乱 导致美国盟友不再相信美国对民主的承诺 多年来 尽管美国再没有发生类似911事件的大规模袭击 但这没能让美国人停止担心 美国国图安全部6月曾警告 全美已经处于高度威胁环境之中 情况随时可能更加恶化 希望大众重视国内暴力极端主义 据彭博社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 对抗通货膨胀可能是导致国家经济增长放缓 美国因此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 但仍可避免陷入严重衰退 耶伦9月11日接受CNN访问时说 美国就业市场目前依然强劲 美国联邦储备局的目标是实现软着陆 也就是让通胀率在不导致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回到2%的目标 但如果不控制过高的通胀 就不可能有强劲的劳动力市场 耶伦还说 美国民众今年冬季可能面临着汽油价格飙涨 因为到时欧盟会大幅减少购买俄罗斯石油 耶伦认为 美联储将需要高超的技能和一些运气来实现软着陆 他说 希望能够实现软着陆 但美国人知道降低通胀至关重要 从长远来看 如果通胀得不到控制 就无法拥有强劲的劳动力市场 耶伦的言论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立场一致 鲍威尔上周说 他和美联储决策同僚坚持 抗通胀不达目标绝不罢休 美国的通胀仍接近40年高位 鲍威尔的话提高了投资者 对美联储在9月20日至21日的政策会议中 第三次加息0.75个百分点的预期 据CNBC报道 曾在川普执政时期担任白宫律师的泰科布表示 川普在过去1月6号国会骚乱事件中的行为 至少在理论上可能导致他被禁止参选美国总统 科布指出川普曾对参与骚乱的人员 给予帮助和安抚 在事发三小时内对该事件袖手旁观 这显然违反了美国宪法 国会两院的联合声明可以基于这些理由 阻止川普重新入主白宫 科布还表示 川普被司法部起诉的可能性非常高 川普方面尚未就科布的言论予以回应 目前川普还没有正式宣布参选美国总统 CNN此前报道称 川普正在考虑在11月中期选举后 再展开竞选活动 去年1月6日 时任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者强行闯入国会 导致参众两院认证拜登当选总统的联席会议中断 骚乱事件造成包括一名国会警察在内的5人死亡 约140名执法人员受伤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焦点新闻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朋友可以订阅纽约焦点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